可说呢 我也认为 要是有遗诏的话 为啥不早拿出来呢 那我就认为 他根本就没有遗诏 这份遗诏啊 那就是雍正皇帝编的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61年的11月13日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清西书驾崩了 紧接着清帝国就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 爱心觉罗 印针 康熙皇帝的四儿子 雍亲王 就像大伙都熟知的历史一样 随着新皇的登基 雍正到底是合法继位 还是矫诏篡位 成了千古一案 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 咱们在上一集里 交代了雍亲王印针 自康熙60年至康熙61年 是如何得到老皇帝的信任被重用的 干的呢 都是太子该干的活 那么既然雍正继位他是个遗案 咱们今天啊 就要聊一聊在雍正继位过程当中的一些疑点 这段历史啊 无论是雍正皇帝矫诏篡位 还是合法继位 在独立使人的心中啊 都会有一个倾向性 那么我呢 就倾向于雍正皇帝 绝不是矫诏篡位 只不过呢 在他继位的合法性上 还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呢 这两种结论是不一样的 矫诏篡位呢 就是老皇帝 本来呢 想把皇位传给别人 或者是还没来得及说传给谁 就驾崩了 那么这雍亲王呢 或者是篡改了遗诏 或者是编出了一份遗诏 才夺得了皇位 这个皇位啊 那来的就叫做缴诏篡位 那不合法继位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说的法呀 那肯定不是大清律 是清帝国皇位传承的办法 家法 也就是您看清宫戏里边 那些皇上大臣们 常挂在嘴边的祖宗家法 哎就是祖制啊 今天呀 咱们就围绕着这个继位的 不合法性上 掰扯扯扯 我们还得是按照笨办法 去文献上啊 寻找蛛丝马迹 清实录圣祖本纪记载 这段记载当中的前半截 透露出的信息很大 康熙61年 那年要皇上69岁 在十一月的头上啊 皇帝还一反常态的 住在唱春园 那么这又有什么反常的呢 因为每年夏天呀 皇帝才会去园子里避暑居住 冬天呢 都是住在供暖设施 比较齐全的紫禁城当中 不但如此啊 那天皇帝的心情还特别的好 还特意跑到城南的皇家猎场去围猎 我们都知道啊 唱春园的位置 按现在说呀 应该就是海淀区 圆明园以南 北京大学以西的位置上 这南交猎场在哪啊 南交猎场啊 在京南 出了大红门 再望南 得在令婴坛附近 在打猎的过程中啊 这皇上就病了 觉得身体不舒服 说呀 咱们还得回去唱春园住 这就证明啊 这皇帝的病啊 肯定是不重 要不然 他不会放弃 比较近的紫禁城图去 而去更远的唱春园 关于后半句皇嗣子印针 功代祭天 这件事啊 咱们前一集已经聊过了 这儿呢 咱就不多啰嗦了 之后的事呢 就只有到大义绝密录当中去查了 在大义绝密录当中 雍正皇帝自己是这么说的 至十三日 皇考招镇于斋所 镇位局唱春园之先 皇考命允旨 允幼 阿奇纳 允四 赛斯黑允堂 允额 允陶 允祥 元任礼藩院尚书龙各托 致御踏前 御曰 黄四子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着际镇 即皇帝位 这段话呀 您得听准了啊 这老皇上说呀 黄四子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话就到这儿 后边的着际镇 即皇帝位 是雍正自个儿说的 那么老皇上这句话 算是遗诏吗 当然不算 这只能是啊 在皇子面前的临终遗嘱 那遗诏啊 必定得是有书面文件的 可是康熙皇帝的这段遗嘱 只夸了四皇子 拥亲王印针 人品贵重 并没说要把皇位传给他 但是 但是来了啊 咱们要离开这个文献 回到现实当中 在老皇帝临死之前呢 说这一段话 给孩子 给大臣听 是什么意思呢 那仁定就是想把皇位 传给四阿个印针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连雍正皇帝啊 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这个老皇帝 在这段遗嘱当中 就直接说把皇位传给他 我觉得这是后来 所有谣言四起的根源 并且啊 这段临终遗言 雍正皇帝 并没有亲耳听到 这是后来啊 九门提督 龙克多 向他转述的 因为就在说这句话的同时 老皇帝才命人 急赵 在南郊祭天的印针 来唱春元 皇上的御旨 赵印针迟来唱春元啊 大概是 十三日的凌晨 一点到三点之间 那么印针 是啥时候来的呢 据青史稿记载 黄四子印针 闻讯迟至 四刻 迟进寝宫 上告并是 日针之故 是日 黄四子印针 三次 进见问安 有一个疑点啊 我是不太同意 但是很多人都在说 他们说呀 从时间上看 这印针呢 是十三日的上午 九点多钟 才到达唱春元 那么从送信 到印针 来到唱春元 用了八个小时 既然是文照 迟滞 那这八个小时 他都干什么去了呀 所以 有人就说 印针就是 利用了这八个小时 在城里啊 联络了自己的 这同党 调动了兵马 安排了大事 要是这么说呀 我个人认为 就更能证明 老皇帝是 有意传给四阿哥印针了 因为所有皇子 都被拘在 唱春元当中 只有凤凰命 在外祭天的四阿哥 有时间和机会 联络心腹 安排大事 这明显是 老皇帝 在给四皇帝 制造机会 雍勤王印针 在十三号上午 九点钟 奔赴到唱春元之后 来到老皇帝的 病榻前 又一个疑点出现了 要不然说 这大义绝密录啊 它是本混蛋书 虽然是这 雍正皇帝 自个儿写的 可是就连咱们这些 事不关己 高歌挂己的 后人看来啊 那都是稀里糊涂的 在这本书里啊 雍正皇帝 自己说 至十三日 黄考赵镇于摘索 即镇辞职 问安黄考 告以正后日增之故 镇含泪劝慰 其夜虚实 龙玉上宾 镇哀动豪呼 时不欲生 其实啊 听着这句话 他没毛病 他真正有毛病呢 在后边所记载的 在后边啊 这雍正皇帝 又接着说 龙可多乃书 黄考一诏 镇文之惊动 昏扑于地 昏执等相镇叩首 劝镇节哀 镇使强起办大事 此当日之情形 镇知诸兄弟 以及工人 内侍 内庭行走之大小成功 所共之共见者 咱们分析分析这段话啊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雍亲王印珍 接到老皇帝病中的消息 就急急忙忙的 从天坛赶赴畅春元探病 到了畅春元以后呢 大概是上午九点钟 印珍一到畅春元啊 就跪在了老皇帝的病榻旁边 老皇帝就跟着印珍啊 叙叙叨叨 说自个是怎么病的 病情是如何发展的 可是啊 就唯独没说传位的事 这一点啊 大义绝密录和青石稿 都是同样的记载 在大义绝密录当中 雍正皇帝说 自己曾经五次 进入到寝宫当中 向皇帝请安 不过呢 我查了青石稿 青石稿上面啊 说是三次 至于这请安几次啊 这不重要 到了十三日下午的七点到九点之间 哎 这会儿啊 老王宴假了 可是直到这晚 这龙国多才告诉雍正 这老皇上康熙啊 已经选定您 做接班人了 这雍秦王一听啊 立刻就晕菜了 倒在地下了 这会儿啊 这皇三子印旨啊 就赶紧过来向他叩头 劝他节哀 雍正说呀 这件事啊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给我作证 可是在时间上 它不符合常理啊 我在这儿给您算个证啊 十三号的凌晨 一点钟左右 老皇帝啊 觉得自个儿不行了 派人去天坛 赶紧把我这接班人啊 四儿子雍秦王印针 叫过来 然后就跟所有的儿子说 我准备啊 把这皇位传给老四 上午九点 老四来了 一直到这晚上 七八点钟 皇上驾崩 这期间啊 这爷儿俩啊 不是见了四次啊 就是见了五次 这老皇上 也没跟王爷说 把皇位传给他 当然 这印针呢 很可能从其他人的嘴里 已经得知了这件事情 可是在老王宴假以后 龙克多向他宣告遗诏的时候 雍秦王一副惊讶的表情 未免这动静也过于大了一点吧 要不见啊 就是这里边啊 真有其他的原因 再不然呢 就是这雍正皇帝 他的确是个戏精 哎 让您说说 这件事 他可疑不可疑 可是在大义绝密路上 雍正说这话这会儿啊 那已经是雍正七年了 在这七年当中 他所说的这些证人啊 不是被他整的圈禁致死 就是让他吓唬的 已经不敢发声了 所以啊 他的证人 等于是没证人 要不见这乾隆一上台啊 就把这大义绝密路 定为了禁书 不让民间传看开印 我想啊 这乾隆皇帝 肯定认为 自个儿爸爸这脑子呀 不够实 在这本书里啊 他讲的前言不搭后语 竟是糊涂账 书说到这儿 咱们就得翻过头来 说那个最大的谜团 就是那份康熙皇帝的遗诏 康熙皇帝驾崩以后 子宫从畅臣园连夜移到了紫禁城 之后呢 就是龙克多封锁九门 长达六天之久 在第七天的头上啊 雍正才向中外宣读了康熙皇帝的遗诏 并且还是满文版本 有人就说了 你瞧呗 这六天呀 才编出一个满文版 这汉文版啊 还没编出来呢 那么你要是有这份遗诏 为什么不在大型皇帝 刚刚崩式的时候 就拿出来宣读 偏偏等到六天以后呢 那有人就问呢 说书的那你是怎么看的呀 可说呢 我也认为 要是有遗诏的话 为啥不早拿出来呢 那我就认为 他根本就没有遗诏 这份遗诏啊 那就是雍正皇帝编的 我认为唯一可信的 就是康熙皇帝临终前说的那句 皇次子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至于那份落实在文字上的传位诏书吗 我倾向于啊 要不然就是皇帝藏的太深 根本就没找到 更有可能的是啊 压根就没有这篇传位诏书 首先说呢 自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皇帝二废太子以后 老皇帝压根就没想过再次立储 但是呢 这康熙皇帝心里肯定是有人选的 不再立储的原因下 也是为了保护这位心中的储君 再有呢 康熙在投病倒之前啊 还在打猎呢 所以说这老皇帝 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病得这么急 这么重 据于此等原因 为了显示自己的皇位 是合法途径得来 这庸正皇帝 只能是编瞎话 说自己是奉赵继位 自从第一个谎言编出来之后 就得一个接一个的编出瞎话 来缘谎 所以呢导致雍正七年出炉的这本 大义绝密录 里边陈述的内容前言不搭后语 漏洞百出 咱们为什么不在这一集里 分析一下康熙皇帝 朱皇子的动向呢 因为自下一集开始啊 咱们就要逐个分析这些皇子 敬请期待 精彩回幕就在下一集开播 九子夺迪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